我是带着空箱子回去的 现在我根本一个人都提不动 猪皮 然后还有苹果 腊肉 还有香肠 美大给哪些人都已经记住了 那我不要着急 然后看好东西 送到那个高铁站门口就走了 头也没回 我俩就走了 是山东几男人 自博的 老家是河南 河北唐山的 老家是辽宁的 山东大馒头 因为我在外面上学 很巧吃到馒头这个面食 鱼沙酥菜 酸菜 所以说大家吃的就是属于年味十足 这还有妈妈包的饺子呀什么的 你就一吃就感觉到 果然这妈妈才能抱出来这种味道 吃到已经吃不下更多了 想着赶紧回北京吧 我要减肥了 我也是刚嫁到我婆家嘛 就是第二年回去过年 然后我觉得婆婆的手艺很好 然后她今年做的那个糖醋排骨 也就是得到了我们家的一致好评 最小好吃的特产 凉皮 主要是凉皮 其实主要是调料 调料比较特别 它的那个辣椒非常的香 哪大给哪些人都已经记住了 我炒的是最早的一般 所以基本上五点就家里就起来 买了 然后连夜给人家打电话 今天五点多去拿的 我是带着空箱子回去的 现在我根本一个人都提不动 只能推着走 时间七八经 父母神殿大爱了 这个是妈妈包的饺子 从家专门包的给我带过来 因为在外面吃不到家里的味道 他们说怎么半年之后才能再见面了 好好学习这类的 我好好照顾她 玩了黑心 让我不要着急 然后看好东西 我来北京已经三年了 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了 我该走就走了 甚至昨天晚上就说 我是不是就应该该走了 我说我是今天早上的苦车 注意安全 然后好好工作 遇到事情一定不要慌 送到那个高铁站门口就走了 头也没回 我们俩就走了 开开心心的 照顾好自己 家真的很开心 就不想回来 新的一年我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工作能更上一个台阶吧 早点见家长 希望我们以后能好好在一起 很开心啊 我觉得这个花它的品位有提高 比之前送的好看多了 还是想多赚点钱吧 给老婆更好的生活 新的一年希望结婚顺利 然后双方家长见面顺利 再度过 可以顺利发期刊吧 新的一年顺利毕业吧 希望我秋招能顺利 我们都能顺利找到一个好工作 希望我俩 长长久久 因为她今天回来了 然后我正好赶紧来接她出站 然后顺便给她花 然后也快一周年了 谢谢 真累了 谢谢 不好意思 然后开走 开走 快走开走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